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英语教学版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今天的新闻热词来自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 让你惊念高级的回应一些不实指控 昨天我们报道了新西兰的通信安全局说 国会曾经在2021年遭到过中国黑客的访问 而这和澳英美其他五眼联盟的国家不同 新西兰是总体温和的对待这起事件 而各方也在昨天晚些时候 和今天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首先是总理Christopher Luxen说 新西兰能够批评其他国家体现了自己的民主价值 但是同时也没有证据去表明 中国在2021年之后有进行网络的攻击 更加没有牵涉到去年的大选 而工党的党魁Chris Hipkins 就把重点放在为什么不在工党执政期间 2122年的时候就通报这起事件 他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sources 也就是保护消息源 而外交部长Winston Peter 也是温和发言 说新西兰会持续地对这一类 令人担忧的事件进行发生 但是就不回应别的了 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克制的 另外中国驻西西兰大使馆 也做出了严正的回应 说中方坚决拒绝 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指控 而中国驻西西兰大使王小龙也说到 这种指控是groundless和irresponsible的 其中groundless是由地面ground和list 否定的后缀组成的 那irresponsible看起来很长 其实也是可以拆分为ir 否定的前缀 respond 回应 以及sible这个形容词的后缀 那如果说别人对你做出了一个不实的指控 你就可以说 那真是太难以想象了 在新西兰也会有这种可怕的邪教 并且政府好像还有意无意的在忽略它 那一名律师呢 今天在高等法院 对四个政府机构提起了诉讼 说他们故意容忍一个叫做Gloriaville 翻译过来就是圣古的 这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社区 在过去几十年间 不断发生的虐待儿童 性侵以及奴役等等 严重的邪教违法行为 这个律师呢叫做Brian Henry说 四个政府部门分别是儿童部 内政部 社会发展部和劳工部 多年对邪教的虐待行为熟视无睹 实际上纵容并且助长了 这一个叫做Hotwood Temple的负责人 就是这一位 那他要求的是立即关闭这个社区 阻止持续伤害无辜的人 根据这个诉状呢 政府早在九十年代就获悉了 这个社区创始人曾经因为近亲儿童而入狱 但是仍然没有采取行动 在2022年政府是做出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回应 但是之后已经没有再提这个话题了 而且这个组织居然还能够继续享受税数的优惠 这当中有没有内情呢 当地时间26号凌晨 美国东部巴里兰州巴尔迪摩一座大桥 遭到了一艘集装箱船的撞击后坍塌 恐怕有20多人落水 搜救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 而大家呢刚才应该听到了cargo这个词啊 意思就是飞机或者是船上的货物 那另外呢这艘船是ship大船和boat小船是不太一样的 最后呢提醒一下大家 Warehouse已经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复活节寻找兔子活动 门店里面每天都会有很多隐藏起来的这种红色的兔子 过屋过程中呢不妨找一下这只兔子 因为找到之后呢可以去兑换一些小礼品 也算是过一下复活节吧 感谢收看今天的英语学习版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我们下期再见